我再把身后给你 来 来给你 嗨 此刻的心情就是 那个鞋子很高 所以走路要慢一点 要小心不要摔跤 就是很开心又回到金马 其实 当然你说 心里会不会有点紧张 这个情况一定会有点小小紧张 不然你说紧张来也没有用 紧张那不如就 大家开开心心来 然后我觉得还是开心 就是可以跟很多年轻人 我觉得蛮有一股活力在里面 然后就说 居然我还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一起入围 开心了 跟我什么 哦 有啊 可是 我每次都希望他们说他们爱我的时候 一定要去那个电影院看电影 不要每个人都说 哎呀 我好喜欢那个 咦 怎么都不去看电影呢 嗯 有啊 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常常 就是尤其是他们跟我一起拍戏的时候 都会常常就问我说 特别跟我聊一聊关于演戏啊 关于这样子的事情 那其实因为我 我很希望对待他们不要是新人 我觉得每个人 既然在一部戏里面演出的事 就应该有他的专业 所以我希望他们要拿着专业的精神 好好的 编好机的角色 让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他真的要来问我的时候 我倒会给他一点 给一点我自己的小小的经验之谈 嗯 嗯 嗯 说老实话 我真的是接触的还是不够多 像我们的那个 Angela 这个袁李宁 他其实跟我刚刚才演完一部戏 我们两个演完女 我就觉得他也是新年很好的 哦 我相信每一次 每个入围的每一位 今天能够入围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某一种很精彩的演出 所以那时候 我当然还需要看 看他们的真的作品 我才能够知道 谢谢 谢谢你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博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博树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杰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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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直觉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可是我还听 看什么看 快听到吧 快了 快了 哈哈 哈哈